欢迎光临鲨鱼 带你关注那些有流量却没声量的有趣资讯 用10分钟的零碎时间一起跟上这个永远跟不上的世界 南韩议会已经通过要在医院的手术室里面设置监视录影器 因为曾经有些意外 当中竟然有没有资格的工作人员在代替主刀医生做手术 这个法案通过以后南韩将成为全世界第一个 在手术室里面装设监视录影器的一开发国家 在2016年的时候有一家诊所 让没有执照的医生或是护理师来主刀 当然事情会爆发就是因为他们做的手术失败了 一位大学生他去某间医美诊所做正恶手术 就是修正下恶线条的手术 结果做完以后昏迷了49天 最后还是死亡了 这位男大生他因为下恶长得比较奇怪 所以整个高中生涯都在遭受严重的霸凌 好不容易大学存到的钱要去做正恶手术 没想到连做好的下恶都还没看见就死掉了 韩国的医美诊所几乎都喜欢说是院长帮你做手术 等等的但等到你真的进去了 你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院长开得到 不过这家医美诊所正好就是有装设了监视录影器设备的 于是男大生的妈妈在他死掉后就去调了监视器的画面 他把这个画面看了超过1000次 非常确定整个手术过程都是由护理师和没有得到医师执照的实习医生开的 在监视器画面显示的7个半小时当中 原本只需要开一个半小时的手术 拖了3个小时 他的儿子就这样子流失了3.5公升的血 还能看到他们不是去叫医生来处理 却是忙着拖地 最终也就是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 最后妈妈告了这间诊所和院长 院长最后因为过失自私被判了三年监禁 这位妈妈至此开始致力于推动医疗正义和病人权益 他认为很多父母可能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儿女是死于手术 是因为手术室里面根本没有医生 就算怀疑很多诊所也都没有监视器 所以拿不到证据 当然这个法案受到医生和医疗机构的大力反对 拥有14万会员的医疗工会也出面制止这个立法 因为监视录影器放在手术室里 就等于是完全不信任医生 而且这些记录也违反了病人的隐私权 更重要的一点是很有可能 医生会因为害怕失败留下证据 而不愿意进行较高风险的手术来拯救病人 因为若是没有成功的话很有可能就会被告 如果没有尽全力去尝试高风险的手术 反而不会有事 不过一名知名诊型诊所的医生却说 也许这些监视器是让病人重新相信医生的好方法 而广大的南韩民众几乎都是压倒性的支持这项法案 中东最有钱的城市杜拜 在全世界的富有城市排名第29名 最近非常的受到有钱人的欢迎 杜拜有钱的程度可能会持续的攀升 根据一个专门研究世界上最有钱的富翁动向的研究机构 他们观察了世界上的百万富翁 亿万富翁他们的动向 发现了从去年12月到今年6月为止 杜拜高收入族群的人口上升到了54,000人 大约是3.8%的成长率 而拥有超过1000万美金以上的富翁 从2480人成长到了2530人 拥有超过1亿美金以上财富的人则成长了8.5% 富翁研究机构的财富分析师表示 造成有钱人前往杜拜的可能原因 包括了安全性、医疗服务、精品店、餐厅、海滩 还有最重要的税率优待 而且杜拜其实也是一个金融中心 各方面都还算方便 而因为这些有钱人入主杜拜的关系 杜拜的私有财产总额 在不到一年内就上升了130亿 即使是在疫情的影响下 还是有超过2000个有钱人 愿意在这样的时期搬家过去 截至2021年6月 杜拜人集体的财富就达到了5300亿美金 其中就有100万美金是房地产的部分 这个富翁研究机构还发现在 中东地区第二有钱的城市 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市 虽然你可能没怎么听过这个地方 但这个地方私有财产的总额 也有达到3120亿 而非洲地区的话 就是南非的约翰尼斯堡文做冠军 私有财产总额达到2350亿 而第二名就是在汽尔小镇里面提到的开普敦 拥有1300亿的财富总额 听到这里可能就有点好奇 那全世界的排行榜是如何呢 第一名是2.9兆的纽约 第二名是2.6兆的旧金山湾区 第三名是2.5兆的东京 接下来是2.3兆的伦敦 2兆的北京 1.8兆的上海 1.3兆的洛杉矶 1.1兆的雪梨 1兆的芝加哥 还有最后是9亿7千万的梦买 绿色能源开始稳定供给以后 要怎么储存这些再生能源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而地心引力除了让我们能好好的站在地上以外 又再次的证明自己是我们的好伙伴了 瑞士的一家新创公司就想到了一个超级简单的方法 那就是把巨大的砖块举起来再摔下去 简单到让人无言但却很有用 首先用多余的能量把砖块吊起来 叠成一个很高的塔 等到能量需求高的时候 再让这些砖块摔下去 并带动发电机产生电力 这个超简单的原理 其实就跟水力发电的模式是一样的 在有多余电力的时候把水打到高处 并在需要的时候让水流转动涡轮进而发电 这家瑞士公司目前已经投入了1亿在这个计划当中 目前因为蛮成功的 所以打算要扩大云云现在的示范场 顺利的话更大的版本就会出现 可能会把高度拉到120公尺高 一次会抬起一块35公顿的砖块 这样一个塔就能够储存20千瓦小时的能量 这个能量大约就能够供应2000个瑞士家庭一天的用电了 没想到把砖块叠起来再摔下去会这么有用吧 他们之后也会把这个方法拿去世界各处发展 也许我们有一天也能够亲眼看见 自动贩卖机是疫情期间不接触的好办法 以前我们看到那种可以献挤有成枝 或是卖你整颗椰子来喝的自动贩卖机 就已经觉得很新奇了 没想到这场能够激发创意的疫情中 竟然还出现了香菜的自动贩卖机 这个香菜自动贩卖机出现在千叶县的一个农业区当中 发展出香菜贩卖机的栗川小姐表示 她自己本身就是香菜奴 因为疫情很多合作的餐厅都休息 所以就想说试试看别的管道来贩卖自家的香菜 自动贩卖机里面除了有新鲜的香菜以外 还有香菜的创意料理 像是香菜饼干、香菜酱等等 疫情之前栗川小姐就很有兴趣 在研发一些香菜汁之类的产品 香菜饼干看起来很高级 香菜酱据说也很百搭 可以拿来加在冷的豆腐料理上 或是配面包吃 站在自动贩卖机前就可以闻到浓浓的香菜味 其实并不是主要从自动贩卖机里面散发出来的味道 而是附近周围整个都是香菜甜的关系 自动贩卖机的旁边则是只有星期天才会开的贩卖部 历川小姐不只弄了自动贩卖机 还用自己的脸做成品牌的logo 贩卖部里面还能买到有她的脸的T恤 非常有趣 而自从香菜贩卖机上了新闻以后 整个大红 历川小姐现在补货都来不及了 今天的鲨鱼就到这边结束了 喜欢鲨鱼的朋友记得帮鲨鱼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在Apple Podcast留心心写下你的评论 也可以在任何我留言区的地方 写下关于鲨鱼新闻内容的想法 我都会再回复 那也可以去收听我的另外一个Podcast 你有我的纯粹不理性批判 里面有时间更长的内容 那也可以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或是追踪我的IG 还有希望鲨鱼可以在每周246 甚至与大家相见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